黑男進到娃娃機店 拿走機台上一盒一盒的公仔 隨後還進到倉庫裡 繼續拿貨放到車上 來來揮揮走了好幾趟 不說還以為他是台主 但他根本就是小偷 這一拿一共拿走了88隻的模型 價值大約10萬元 台北市警方日前貨報店家報案 大量的公仔不翼而飛 而其中一隻進擊的巨人模型 要加台幣接近萬元 是日本一番賞的金正公仔 通通都被人拿走 而第二件事 發現都是這一名朱姓男子拿走的 上午六點多他開車到這搜刮 工程只是要找朋友 路過了娃娃機店 但臨時起義想要把這些公仔 拿去變賣 警方電話軍事器鎖定了他的車牌 一路的跟到爐州 不僅在車上發現了被偷的模型公仔 還在駕駛座的旁邊 找到了安非他命的吸取器 一切都最嫌和毒品最嫌 移送轉半